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呢 就是在等同学的过程里面 我们先做了 请大家做这个Problem的9-1B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题目呢 其实要我们从下面 一共有9项的交易内容 然后你根据这些交易内容 你去判定 它是属于哪一个会计科目的金额 好 那第一个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其他 第一项 好 他在购买当时候产生的 已经发生了不动产的税 好 那这是属于 因为他在购买的时候发生的 好 所以当时候我看这个的时候呢 呃 不动产 不动产包含两个 一个是土地 一个房屋也叫不动产 所以这个不动产的税 到底是指什么税 好 那我从 以我们台湾的税法的规定 买的人 买方 他会发生的不动产的税 就是弃税 好 这个弃税呢 是主要是针对你房子的房价 好 当时候的公告限值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依公告限 房屋的限公告限值的7%去算 就是房屋交易的税 叫弃税 好 那如果是土地的话 目前买方是不用缴税的 我们就房屋要缴契税 好 在买当下 那所以呢 第一 这是台湾的税法的规定 那当然美国是怎么做 我们大家不知道啊 所以一开始我看这个的时候 他想不动产的税 其实我看了半天 到底这个9000块 有没有分土地跟房屋 好 所以一开始 我先把9000先放着 那往下看 好 所以第一个9000我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你先摆着没关系 那第二个呢 你看一下 他说呢 我购买土地 产生当年度的不动产税 好 是Current Period Current Year 就是指现在年度 换言之呢 其实从 虽然我们没有讲过税法 但是我想我们读会计 本来就跟税是分不开的 好 所以会计事务所呢 他们的业务分成三块 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在学的 账务处理 另外一块就是税务 你要帮公司怎么去申报他的税 第三个才是查核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虽然我们没有谈到税 但是我想我刚刚已经谈到了 会计本来就跟税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你也要去了解税务的相关规定 那我在上课的过程里头 其实有时候也不断会找到机会 或适当的交易情形会跟大家讲 台湾的目前的税是涨什么样子 所以我说台湾每一年会缴地价税 是根据土地来的 会缴房屋税 是根据房屋的限值来的 好 所以台湾会有这两个税 那基于台湾的买卖房屋的时候 好 买卖不动产的时候只有买 买方就会负担一种叫做弃税 好 那卖方要负担可能比较多 一个就是土地增值税 另外一个就是财产交易所得税 这个是比较卖方要谈会负担的税 那但是呢 就是在买方 所以我说一开始我对于这个第一点 他在购买当时候的不动产税 当时指什么 是有没有指房屋跟土地 如果就台湾的立场来看的话 我刚刚已经讲了 那个台湾的买方只会有缴 跟房屋有关系的弃税 那当然美国跟台湾的税法规定 不尽相同 但是基本上的大致来讲 我相信都是差异不大的 那当然差异不大 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说 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只有指房屋的汽税 所以我往下看 那这不动产 第二点就是说 第二点就是一个费用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台湾来讲 我想台湾如此 美国也是如此 听说美国养一个房子更贵 台湾的养一个房子 相较美国要便宜很多 据说了 美国每一年 他要养这个房子 大概是相关的税 美国因为他的管制比较多 所以有什么 不是管制比较多 就说他们的要求社区的 要整洁要美观 所以他们在社区 有一定的费用发生 所以听说 大概每一年 因为你用了这个不动产 你需要交的税 大概或相关的支出 大概是这个房子限价的2% 所以等于说 你持有他50年的话 你就是什么 付了他这个房价的百分之百 好 所以这个是每一年都会有 这个税的发生 所以第二点他说呢 我有什么 土地当年度的不动产税 那既然是当年度 表示今年有 明年也会有 以后也会有 每年都会发生的税 当然就是跟成本无关了 所以他就是一个费用的科目 所以第二点我就很清楚了 因为他是当年度的 土地的 因为其实有土地的税 有多少 6100 好 所以这边有6100 第一点我还没有把握是 这个不动产到底是指房屋还是指土地 有没有包括房屋跟在内 好 那所以我说我先不写的原因是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包括房屋 好 那我先来着 那第二个呢 我支付了有关于这个建筑 建筑这个建筑物的 building的所有的成本 付了所有的支出 那既然是跟建筑物有关系 那52万全部是算什么building的 第三个就52万 都是属于building的 好 那你就想说这一块 这个有盖了新的 有盖新的建筑物了 好 那第四个呢 他说呢 我去什么 我去拆除 应该是 不是 我去什么 我去 铲除 为了新建筑物 我去把它整个 整个房屋把它什么 拆 就原来整地 应该是说 我为了要盖新的建筑物 所去做的整地的成本 那既然是整地 那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土地了 因为要盖新房子之前 我是不是要把地先整平了 然后才开始可以挖地基 等等的 所以这个整地 这个整地的成本 那是算土地的 因为到达可供使用状态 土地的成本是什么 到达可供新建新的建筑物之前的所有支出 那这个整地 那是为了新的建筑物之前的成本 所以这个 呃 这个成本 一万九千呢 是属于土地的 好 那再来呢 呃 第五个 好 然后呢 我呢 有一个什么 呃 呃 我买了买了买了这块呃 厂工厂的地 那个 然后是什么 的成本 购买工厂这一块地的成本呢 有十万块 那我们其实从前面的叙述里头可以发现 就我买这个 买 花这个钱的目的是为了要取得这块土地来盖新的建筑物 好 所以其实看到这里为止 我大概也可以 而心里有个谱说 这个不动产应该全部都是属于土地了 因为什么 这个买方呢 为了 那个 取得这块土地来盖新的建筑物 所以呢 这上面的 所以在盖新的建筑物之前 好 再开始可以盖新的建筑物之前的成本 都是 都是属于土地的 因为土地的成本到达可供使用 它怎么使用 要盖新的建筑物 所以我们到这里其实我也可以判断出来 这个9000块是属于土地的 好 好 那我们大概先写上去 然后再往下去证明这件事情呢 好 然后第 第六个 他说呢 我盖了 我就是我新建的什么 车道跟我的 呃 停车场跟我的车道 好 那我们说的是什么 土地改良物 是其他成本的 其他会计 其他科目的 不是属于土地 也不是属于建筑物 所以这个成本呢 18000是属于什么 属于这里的 Other Accounts 这个Other Accounts就是指什么 Land Improvement 好 再来看一下第六点 诶 诶 对不起 诶 我是不是写 写上去了 好 这个 1万9是属于 是第四项的 好 1万9 好 再来十万 好 再来十万 好 然后1万8 是第六项 好 再来看一下呢 第七项 我们有共789 好 最后就是什么 我的合计 然后第七项呢 他说呢 建筑师的费用 那为了盖这个工厂 或者是盖这个建筑物的 设计图 我们付给建筑师的 那大概跟房屋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9000是属于什么 Building的 好 9000 因为是跟盖一个房子有关系 然后再来第八呢 是 我们 设 就是建立 就是我们设置了围离 好 就是围墙 就是在我的那个 建筑物 Property 就是我的财产的附近 就是我的工厂附近呢 我盖了一个围离 那大概是什么 属于Lane Improvement 所以这边第 八项6000是属于什么 Lane Improvement 好 再来呢 第九项 我呢 去拆除 拆除呢 原来在这个建筑物上面的 原来在 在这个土地上面的建筑物 我的拆除 有19000 好 那我们说了 你拆除旧建筑物 还是算土地的成本 好 19000 但是呢 他这边讲说 他这边讲说呢 在我们的代方有一个什么 我收到 收到了 这个拆除之后 剩下来的 那个 残料的出售 因为我收到了 我拆除 旧建筑物的 残料的收入 有4200 那收入呢 算是我的 土地的成本的减少 好 所以把它 等于说呢 这两个合计起来了 好 是我们因为拆除 产生的净支出 好 那我们把它合计起来 就可以知道 那我的土地的成本呢 就是 123800 好 然后呢 我的建筑物的成本呢 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看一下 刚刚我算过 建筑物的 52万 然后拆除 19000 属于土地 9000块 好 还有呢 poverty 这是 所以我这边算出来 是52万9000 有哪一个东西 我没 我判错了吗 52万9000 有一个 19000 是什么 我拆除 旧建筑物去 建筑的19000 是算这里 没错 好在这边呢 对不起 第四点呢 他说我 这个整地 整地 为了新建筑物的整地 19000 这是新建筑物的整地 好 所以不是拆除 拆除在下面了 所以我这边呢 是建筑物的整地的话 19000 第四点 是属于土地的 对不起 是属于建筑物的 好 因为这是整地的支出 为了新建筑物的整地 就是挖地基的 这个动作 所以这个是算建筑物的 好 所以这边算出来呢 就五十四万八千 好 所以他不是拆除 第九项 跟第十项 才是拆除 好 然后呢 所以第四项呢 它是整地 好 我们说的整地 当我的建筑物开始 挖掘地基 这个应该是挖掘地基的 就是那个动作了 所以这一万九是算 这个 建筑物的 好 那再来呢 所以其他的 你要不要合计就无仿 因为呢 其他科目不是只有一个而已 第二点呢 它是一个费用科目 好 然后其他的 这个一万八 跟六千的话 才是什么 Lang Improvement 就是土地改良物 好 所以这个你要不要合计 都无仿嘛 因为它不是单独一个科目而已 好 这是Proven的九支EB 大家看懂吗 好 刚刚没有把它看清楚呢 第四点还是整地 整地 就是挖掘地基了 那个是算挖掘地基的动作了 所以是 算是建筑物的成本 好 这是 九支EB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 你要根据它的交易内容 来决定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 会计科目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看 我今天要谈补充的 好 我今天要补充的 好 我今天要补充的呢 就是期末 除了要做成本分摊之外 我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减损测试 那减损测试呢 怎么去做减损测试 第一个 你要一定是什么 先提完当年度的折旧之后 然后再做减损测试 那减损测试的时候 是成本 账面价值 好 就是 就是我拿账面价值 那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资产的账面价值是什么 成本减掉 累计折旧 好 然后再来跟可回收金额做比较 那可回收金额是指什么 不是市价 可回收金额是两个金额 二选一找他怎么选 选他比较高的 好 为什么他不是用公允价值 因为固定资产我持有的目的是要自己使用 所以他不会跟公允价值做比较 这样清楚吗 就说我在做减损测试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是我账上的成本 对不起 我账上的金额就是账面价值 来跟另外一个数字做比较 那做比较另外一个数字是哪一个呢 好 这个数字呢不是一个固定的 好 也就是说我说呢 这个名称叫做可回收金额 那可回收金额是怎么决定出来的 我们从以前听到现在 要么就是什么 净值 成本 或者是净变限价值 我们说资产 应收账款减 费底带账 我们叫做应收账款的净值 或叫应收账款的净变限价值 都可以或净现金价值 然后如果存货的话 我们叫做净变限价值 那也是什么 成本 市价 售价减掉 它的相关的销售费用 这个叫做净变限价值 那第三个 我们讲到现在为止 就另外一个叫做成本的 账面金额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提过可回收金额 好 可回收金额是指什么 是指两个数字选择 一个 其中一个 好 哪两个数字 一个使用价值 我们刚讲了 因为我们的固定资产 持有的目的 是要使用它 所以我使用这个资产的价值 叫做使用价值 好 另外一个叫做净供允价值 供允价值 大家听过吗 就是你在这个时间 你也可以卖拿回来的 金额叫做供允价值 但是什么叫净供允价值 那你知道我们只要是固定资产 你要想说我们的不动产好了 比较容易去想象 不动产你的交易一定会发生交易成本 比如说我要给人家 因为不动产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大 好 金额比较多 比较高 所以你可能这个会找人来帮你卖啊 之类的 所以你会有什么佣金 那你他过户的费用 好 所以你会有所谓的处分成本 好 所以呢 他的净供允价值是指供允价值 减处分成本 所以这两个数字 选 怎么选 选他比较高的 好 这两个数字选择他一个比较高的 当做他的可回收金额 那可回收金额来跟账面金额做比较 如果账面金额比较高 那有没有发生减损 好 听半天 好 我们说呢 我们是账面金额 账面价值或账面金额 跟可回收金额 那可回收金额怎么决定呢 好 使用价值 和净供允价值 和净供允价值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什么叫做净供允价值 较高者 为他的使用价值 好吧 我把写出来 免得大家听得好像 没有落入脑袋 好 就说 账面价值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成本减掉 累计折旧 就是他的账面价值 那什么是可回收金额呢 好 他不是一个固定的金额 他的这个金额怎么决定 是决定出来 怎么决定出来 是使用价值跟净供允价值 选他比较高的 当作可回收金额 那净供允价值 我们刚已经解释过了 好 解释过了就是 供允价值减掉处分成本 叫做净供允价值 所以这个概念很像什么 我们的净变现价值是不是 存货的净变现价值是不是 他的售价减掉 销售费用 就是净变现价值 然后我们的固定资产的时候呢 我们叫净供允价值 是供允价值减处分成本 好 叫做净供允价值 那什么叫使用价值 因为我有这个资产 我有使用它 我使用它之后 我是不是 我说你把它想成 因为我有自己拥有这个资产 比如说我有自己有办公室 你需要去租吗 不用租 你就省下什么 租金 所以你省下的租金就是你使用这个资产 这个办公室的使用价值 这样听懂吗 所以使用价值 你把它想成什么 就说因为我有自己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不用跟人家租 不用跟人家租 我就不用付租金 所以呢我就省下付租金的钱 所以省下来的钱就是 我使用自己自己拥有的办公室的使用价值 但是你要记得 使用价值呢 我每年付的租金 假设我跟人家欠一个约 我欠了三十年 好 那我跟他讲 我每年付他一百万的租金 好 欠了一个三十年的合约 每年付他一百万的租金 请问一下 三十年后的一百万 不用说到三十年了 十年之后的一百万 更新的一百万等值吗 不等值 所以你的使用价值 我刚刚讲 你就把它想成 你省下支付租金的现金 但是你要记得 你要把它折现 所以现金流量折现值 就是我当作使用价值的认定 好 也就是说因为我使用 我有这个资产 所以我省下来的租金 那你请你记得 因为资产你可以用的时间很长 所以你要把省下来的租金 折现 好 所以是净现金流 这个净现金的折 净现金流量的折现值 好 要折现 好 今天你要记得 至于怎么算 我们现在不会告诉你怎么算 我们只会给你 直接给你数字 这样就好了 好 我只告诉你这两个 是什么意涵 好 那请你要特别留意 你一般的人会习惯的想说 那我们会计比较保守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找金额比较低来认定 对不对 好 但是唯独在可回收金额认定的时候 我们不是找它比较低的 找它比较高的 好 那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资产我并没有要卖 我只是在决定它有没有发生减损 所以我也不希望太悲观 好 所以呢我们会找一个 我们认为比较合适一点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认定就是 较高者来决定 好 它的可回收金额 那这两个金额 有没有发生减损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这个是 得大于 可回收金额的时候 我就产生减损 请你记得 如果可回收金额大于账面金额 我市场上面的 就是你把它想成 我现在的可回收金额 大于这个账面金额 它有没有损失 账上认定的金额比较小 你有没有损失 没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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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做任何会计记录 所以你要做的会计记录 是因为你发生了减损 是当你的可回收金额 小于账面金额 这个时候我才有减损的发生 那因为有减损发生 我才做他的会计记录 这样听懂吗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个例子 好 成本 它有一个资产 成本有 有一个设备 成本是700万 然后已经提的累计折旧 到2015年的12月31号 是150万 那value in use就是使用价值 好 它只告诉你使用价值是500万 然后它的公允价值减掉 处分成本是440万 好 那假设呢 这个M公司呢 会继续使用这个资产 在未来还是会继续使用这个资产 然后在2015年的12月31号呢 它估计还可以有4年的耐用年限 所以第一个请你去做这个记录 假设2015年 假设它有减损的话 请你去做它的减损的分录 然后第二个去做2016年的折旧费用的计算 好 像刚刚所讲的 我们把它看过来 第一个 我的账面金额是多少 账面金额 是不是它的成本 500 成本是700万 减掉它的累计则就150万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账面金额是550万 那它的可回收金额呢 使用价值跟它的公允价值群它比较高的 那当然是500万比较高 所以它的可回收金额是500万 所以500万跟550万去做比较 所以它产生了什么 减损 它的减损就是550万跟500万的比较 所以我产生了50万的减损损失 好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小题 要我们做它的 如果有发生减损 我要做它减损的分录 所以第一个分录呢 大概就是什么 我的impairment Loss 50万 代计 累计减损 50万 这个累计减损 这个科目呢 我们之前没有看过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减损损失也没看过 好我们说了我产生新的会计科目 标准动作你要先去思考 这是属于哪个报表 放在哪一个位置 好 减损损失 既然叫做损失费用收入利益 我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属于什么 损益表的科目 所以这个也不例外 所以这个科目是属于income statement的 好 这是损益表的科目 好 那这个呢 累计减损 好 这个累计减损 跟我们的累计则就很像吧 我们累计则就是什么 accumulated deprivation 那我们 所以这个科目呢 我们没有直接带进他的资产科目 表示他会跟着累计则就一样 跟着相关的科目的底下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减损的分录之后 我的账面金额就调整为700万元使成本 减掉到X5年底的累计则就 再减掉我提列了50万的累计减损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就调整为 可回收金额了 这样看懂吗 所以我告诉你说 这个科目是放在哪里呢 是放在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的底下 所以标准 他这边应该还有个什么dash 因为他我们说了累计折旧 你折旧费用可能不用后面 dash是哪一个资产来的折旧 但是呢 你的累计折旧后面一定要dash 因为什么 你要告诉人家这个累计折旧 是属于建筑物的 是属于机器设备的 是属于运输设备的 还是属于哪一个 所以这边理论上 我这边应该有什么 要写一个明细帐 这个是跟在设备的底下的一个 累计减损 所以我的成本减掉累计折旧 减掉累计减损 所以提完认六减损之后 我的账面金额就调整为500万 这样看懂吗 所以第一个分路 第一个分路要你去减次一下 他有没有发生减损 那这个例子里头 我们说第一个人去找出来 他有没有减损 你的比较是什么 账面金额跟可回收金额比较 那可回收金额是根据使用价值 跟他净公允价值 两个选他比较高的 当做他的可回收金额 来做比较 所以呢 我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就发现我有减损损十五十万 代计累计减损 那累计减损这个科目 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相关资产科目的底下 跟着累计折旧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好 第一个分路 第二个 他要我们算 第二个 2016年他的折旧费用 好 那我们说呢 折旧费用呢 基本上他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 他用什么方法 好 没有告诉我用什么方法 当然理论上 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什么 直线法 然后他又没有告诉我折旧 那个残值 他只告诉我耐用年限 所以我就当做他是直线法 而且残值为零 所以第二小题要我们做他的折旧费用的提列 2016年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就是什么 五百万啊 好 所以第二年我要承认的折旧费用 就是什么 五百万去除以四 因为我还可以用什么 四年啊 好 所以我借折旧费用 但累计折旧 金额就是什么 一千 五百万除以四 一百二十五万吧 好 所以第二小题 要我们做2016年的折旧费用 就是直接就是五百万的账面金额 一样去减掉残值 因为这个例子没有残值 告诉你还剩下四年 所以我的折旧费用 就是接下来就是提一千 一百二十五万 好 这是补充给你的 好 减损发生 怎么去决定它有没有发生减损 第一个 第二个 那我怎么去做 减损发生之后 我后续会有什么影响 折旧费用的计算就会变了 好 因为我的账面金额改变了 好 到了中块会告诉你 如果我就发生价值回升 该怎么做